歡迎收聽 子餘生活234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又更是我們的子餘生活234的節目時間 我是主持人鄧珠如 今天呢 在高雄這個虎真正是很大 有夠大 所以說呢 各位駕駛朋友 一定要注意安全 為什麼呢 我在電台路頭中 就看到一間的車好 雖然說這個車禍沒有什麼太大的事情 但是就整條路都塞得還蠻嚴重的 那其實呢 在這裡面 最倒楣的是誰呢 不是駕駛 也不是這個當事人 就是車禍的雙方 那是誰 是我們的警察同仁 因為他還要穿著漁衣 在路中間指揮交通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像今天的雨這麼大 那經濟部的水利署 也發出這個警告 希望大家要多注意啦 不只是這個淹水的事情 那就是說在這個騎車開車的時候 那也務必就是要多多的留意一下 那寧可就是比較慢一點 比較安全 也不要為了那個趕那七分鐘 最後呢晚七天回家 這個就不太好了啦 好 那這個今天節目一開始 那我相信應該有很多聽眾朋友 都是塞在車身當中啦 所以我們就來幫大家那個 找了一個可以動動腦 轉移一下心情的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來這個考一下試吧 那主要是因為我今天在臉書上看到 有這個網友轉貼 不曉得是哪個學校啦 他的歷史科的這個複習考 喔這個題目真的是非常的有深度喔 而且是這個嘲諷把它全部開滿了 非常好玩 所以就這個拿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一起來這個做個問卷的回答啦 那也複習一下以前當學生的時光這樣子 題目沒有很難 而且是選擇題 所以呢大家就可以那個不用太擔心 不會非常的難 這個題目的題目是這樣子 就是已經知道 有一個國家叫做 Republic of Philippines 就是菲律賓共和國啦 他的簡稱叫做The Philippines 就是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的簡稱就是菲律賓這樣子 那麼他又舉了另外一個例子 Republic of Turkey 簡稱為Turkey 就是土耳其共和國 簡稱為那個土耳其 還有Republic of India 簡稱為India 就是印度共和國 簡稱為印度 好問題來了 那個老師他出的題目是問說 請問我國 Republic of China 的簡稱是什麼 第一個答案 叫做China 第二個答案 叫做台灣 第三個答案 叫做ROC 第四個答案 叫做Chinese Taipei 你看這個題目有沒有深度 這不是考歷史啊 完全已經是在考政治的現況了 甚至說你還可以從這個題目 你回答去判斷說你的政治立場是哪一個 這非常的刁鑽喔 而且非常的精闢 那不曉得聽眾朋友 你的答案是什麼 那那個根據這張照片 就是說寫A被老師圈起來了 那不確定說是正確還是錯誤啦 因為資訊不太多 不過呢也看得出來 就是說這個國家的定位 一向是台灣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之一 因為它涉及到國家的認同 所以你看 拿這個來考試 的確是非常的有這個深度 跟可以引發一些討論這樣子 好 那不曉得你的答案是什麼 那基本上來講就是說 我認為絕對不會是D啦 那也不會是A啦 可是常常你在跟外國人去溝通的時候 人家就會以為是A 因為畢竟也有前面其他幾個國家的例子 所以到底要怎麼樣才讓 才可以不會讓我們被認為是中國 那其實也是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的 好 那那個隨堂測驗考完了 我們回到我們今天節目的主軸 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可以說是 中華民國建國以來史上最搞笑的這個間諜案件 就是我們的這個新黨的王秉忠 他這個共諜案 那今天呢 這兩天被起訴了 那這個根據檢查這邊的這個資料 就是說 那王秉忠跟他的爸爸 然後還有其他的他的好朋友們 秉忠跟他的好朋友們 侯漢廷啊 黎明正啊 這些人涉嫌從2015年開始呢 就接受了中國國台辦的支柱 大概是500萬台幣啦 那又透過了地下的這個匯款的方式 就是匯兌的方式去換成台幣 那再加上那個最主要 一開始被抓到的這個中國學生 共諜這個周洪旭 然後成立了一個叫做新火小組 發展一個叫新火T計畫 那以創辦寮園新聞網的方式 然後去吸收台灣的一些軍方的人士啊 或者是說社運的人士啊 跟還有一些立法院的國會的助理這些 後來就是被這個檢方抓包了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依照國安法去起訴了王秉忠這些人 那另外呢 又依照違反了銀行法 去起訴了幫助王秉忠這些人 去這個提供匯兌的這個地下銀行的業者 所以說這件事情喔 第一開始就出現那個這個彩蛋 彩蛋 買一送一嘛 因為原本是要抓共諜 還順便抓到這個地下的這個洗錢的問題 因為根據這個台北地檢署的調查指出 這幾間那個地下的這個會對的業者 他們已經累計大概有這個搞了35億的業績了 那這個在國際的這個洗錢房子上面 其實是還蠻大條的啦 所以說這個一舉破獲 順便附送了這個房子洗錢 對於我國在這方面的業績的努力 其實是加分蠻多的 那也非常有助於我國 就是未來要參加 關於這個國際洗錢房子相關的組織啊 或者是會議 這個都算是大功一鍵啦 所以在這個立場上 我們還真的是要感謝王秉中 因為他真的是天兵到一個極致了 所以才順便又破獲了 這個地下會對的這個管道 好 那其實從一開始喔 就是說這件事情 剛被新聞爆發的時候 不是王秉中還開直播嗎 就是這個檢調去搜索他家的那段期間 然後引起了軒爛大波 那時候其實就有一種下意識的感覺說 這個事情真的是很大條的 可是這個大條某種程度上 不是說這個事件很嚴重 這個事件當然是有一定的嚴重性嘛 畢竟都涉及到這個國安法 然後又是跟中國國台辦喔 有聯繫喔 但是這件事情的嚴重是嚴重在說 我們要從中國的立場來看 你看 中國為了統戰台灣 就是發展出 就是以經濟去促進這個政治的統一嘛 對不對 以經為政 然後這幾年來 就是說一直不停的去大撒幣 你看在2010年2011年的時候 就是瘋狂的去買水果 然後還不停的去招待一些什麼統戰團嘛 就是說你只要人去 甚至是買個機票 剩下在中國的這些遊覽 全部都是中國來幫你招待 八天七夜只要五千塊 真的是你認為這件事情是那個 中國對你沒有這個有所求的話 那恭喜你呢 你這個在統戰方面的知識 大概有87分這麼高這樣子 你看 這麼不符合經濟效益的東西 他一定要從其他地方去賺回來嘛 對不對 那當然就是要去爭取 就是那個 讓這些去參加 去交流的人呢 就希望他們可以回台灣去多多宣揚 中國好棒棒 統一比較好 大概是這樣的方向啦 那在這幾年來 我相信他那個 中國國台辦 甚至說中國其他的統戰部門 在這個台灣各層面所花的錢 絕對是至少是幾十億幾百億去計算的 因為一天到晚一直大撒幣嘛 那當然呢 除了一般的這種所謂的這個交流 不管是學術的 產業的還是各方面的交流 他們也會走就是 那個諜報的系統嘛 對不對 因為要滲透政治圈 其實才是最比較關鍵的核心啦 所以他們不只是 跟老一輩的政治人物 例如說這個 從2005年開始的國公論壇 這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大的 這個買辦集團嘛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最近呢 又跟那個扶持了一個 中華統一促進黨 那這裡很明顯嘛對不對 不然你看這個 他們的錢從哪裡來 這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啊 他們不是來推了取美鳳 在高雄要選這個 那個高雄市長 然後呢市長跑一跑 選一選 去阿扁那邊踢館 反而被激進黨反嗆之後呢 又跑去川金會去取牌 這個其實 有這麼多的資金可以運用也是不簡單 所以這個背後去查一查應該 都還蠻有趣的 那接下來呢 就當然啦 老牌的這個新黨嘛 就是其實在政治的光譜上 是最主張統一的這個新黨 也不會放過嘛 所以其實你看 他們的這個 萬年黨主席玉木銘 就是在中國那個賣長壽焉 賣得也很高興是不是 那當然啦 年輕的一輩 也就是這個 有為者易諾氏嘛 所以像這個侯漢廷阿 王秉忠阿 這次案件的當事人 也都紛紛的就是要去展現 展現他們作為一個這個支持統一的 青年的一個代表性 所以像你看侯漢廷他就是 在一些這個廣播節目 或者是電視節目上面 其實都有一個自己的一個 呃一片天阿 那那個王秉忠呢 他就是有點像是這個集團裡面 的一個總首腦 只可惜王秉忠他在做事情的方式上 實在是太ㄎㄧㄤ了 所以ㄎㄧㄤ到就是說 連檢調可能都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 為什麼 因為一般我們要去抓這樣的一個 共諜案喔 你看之前的一些 軍方去出事的那些人 他們其實在證據上面都保存的是 反仔細跟隱密的啦 然後包括是跟中國這邊的 中間人的接觸的過程啊 都不是那麼的容易抓到啦 所以一定要有一些 就是說布局嘛 然後去一起追 你才能找到一些關鍵的這個證據 可是王秉忠這個不是耶 這個王秉忠這個真的是 一時時間很難找到適合的形容詞 去形容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最關鍵的證據 那一方面是他跟他父親 還有那個相關人等的一個LINE的對話 就抓到說什麼中國書嘛 美國書嘛 去換去做這個美金跟台幣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代稱 可是連這一點都跟之前的一些 破獲的共諜案 用的手法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看 第一個問題 明明就是理論上最了解 最新的科技如何使用的 這個年輕世代 結果用的招數還是那麼老一套 而且都沒有更新 大家就知道 在電腦的事件裡面 我們打個比方啦 你的防毒軟體沒有更新 你就很容易會中那個病毒的攻擊 所以像王秉忠這樣子 就是很明顯的 他都是用舊的招數 然後舊的招數 我們的調查局 國安局 其實都有已經有這個經驗的 所以要抓 立刻就看出來說 什麼書啊 這明明就是那個錢的代號嘛 立刻就抓到 第二個更經典的是什麼 這個 王秉忠 他非常的虔誠 所以他跟他老爸 就是在這個 他們住的地方 那邊附近 就是開了一個 一個類似神壇 就是有供奉王爺 那王秉忠每次一遇到 就是跟中國的統戰相關的事情的時候 他就會非常誠心誠意的去燒香 請示王爺說 這樣子可不可以 那樣子 不OK 中國國財辦 是不是還是真心的去支持我王秉忠 這些問題他都問 你問就算了 你還寫紙條 就他寫紙條說 請那個王爺財事 弟子 這個事情是不是正確的 請王爺財事 就是說什麼 這個 我在 團體裡面的領導權 是不是還穩固 侯漢廷有沒有可能 會想要來那個 搶我的領導權 巴拉巴拉 他這些東西都寫下來 寫下來之後呢 就 留著了 所以這些紙條 就被檢調單位掌握住 成為一個 那個 陳堂正貢啊 鐵正如山啊 這是比這個 周星馳的電影裡面 放在那個 周星馳房間裡面 那個山西不證實的 這個五千兩白印啊 還要更明顯的證據啊 這個 會讓人家覺得說 到底 我們在看的這個 007這些諜報電影 是不是演得太誇張了 而真實的諜報 是不是才是 像王平忠這樣 這麼ㄎㄧㄤ的情況 那 站在中國國裁辦的立場 他明明會覺得說 台灣的統派 這個特別是 年輕一代的統派 是不是已經都沒有救了 為什麼 代表人物是這麼ㄎㄧㄤ的程度 所以說 真的是 要呼籲一下國裁辦 就是 與其你們在那邊 那個公開的去 呃 呼籲 去這個聲援 王秉忠 然後罵台灣的這個 檢調單位說是 喪心病狂 還倒不如真的好好的去檢討一下 你們的統戰到底出了什麼 莫名其妙的問題 你要挑也挑一些好一點的嘛 或者是挑一些 呃 就是行為處事比較正常的 你為什麼會 因為人家 王秉忠 他就是常常喊說自己是中國人 又加入了新黨 你們就認為他真的是一個可以去托付重任的對象了 你難道不知道 你們去搞統戰的錢 也是中國老百姓辛辛苦苦的納稅錢 被你們這樣花 一方面要被你們中國的貪官拿去那個花天酒地 因為他一方面又要拿去砸給台灣的這種 像王秉忠這樣的一種統派 我當然是會替中國的老百姓 他們的這個血漢錢 感到非常的痛心耶 因為畢竟你看 剝削 還被雙重剝削 還被這麼無能為力的 這種浪費錢一般的剝削 這實在是很難讓你接受啊 所以說看這個案例 其實就真的突顯出一件事情啊 有的時候 統戰這兩個字 他在媒體的渲染上 或者是說我們的經驗過程中 可能是會讓人家以為是一個非常嚴肅的 非常機密的 或者是說非常的這個微妙的這種東西 好像匪諜就在你身邊 那種那個所謂的提心吊膽的感覺啦 可是有的時候你會發現說 那個歷史或者是說這個政治 真的很喜歡去開人玩笑 理論上中國的統戰 這麼大條的一件事情 結果會是以王秉忠這樣的案件的身份曝光出來 真的是一種非常大的嘲諷啦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未來中國他對於台灣的統戰 一定又會進行到另外一個新的境界啦 因為畢竟你蠢了一次就算了 你不要再蠢第二次嘛 馬克思有說過 就是中國共產黨 一直被當成是老祖宗在敗的馬克思 第一次發生的事情叫做悲劇 第二次發生就是鬧劇了 但是王秉忠這個狀況呢 從一開始他就是個鬧劇 再發生第二次 你們共產黨真的趕快解散一下 自己全部切副自殺算了啦 這麼蠢的事情都會讓他發生 真的是會覺得說 是不是那個中國的統戰 都沒有人才了 好 不過還是要說句一點嚴肅的啦 就是說在王秉忠的這個案子之中 他就曝光了一些重要的人士 例如說這個國台辦 是誰去跟王秉忠接頭的呢 就是國台辦的黨政局副處長崔趙輝 跟上海市對外聯絡辦公室的一個官員叫做趙超 哇這兩個人其實本人應該是重要性還好啦 但重點是說他們所代表的身份 一個叫國台辦 一個叫做上海市 這兩個東西不就是 一方面是國民黨最近很愛去拜訪的地方嗎 一直去找劉傑依嘛 就是說大家要一起 來反對台獨啊 另外一個上海市不就是這個雙城論壇 那個另外一個對口的單位嗎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雙城論壇它的一個政治的意義 到底只是單純的出境兩岸的交流呢 還是有其他的目的 那我相信站在這個立場 這個案件所透露出來的一些訊息 其實也就不是那麼難的去理解了 是吧 因為 畢竟嘛 還是要回到我們在節目一開始所說的 你看 中國給你那麼多的優惠 你以為他就真的只是出於一種 所謂的這個什麼 海峽兄弟同心啊 姐妹情啊 然後要照顧台灣同胞嗎 你不要喊嘛 天下哪有那麼好的事情 你去7-11買個咖啡 店員燒找你一塊錢 你都會跟他斤斤計較了 更何況是像這種所謂的統戰團 什麼對台三十一項措施 然後又是落地招待的 然後又是那個像 那個一些有的沒的優惠 這個一切都是為了 就是要把你的人給拿到 然後拿到你的人之後呢 就會開始怎麼樣 你就去看看新疆嘛 你就去看看西藏嘛 你就去看看香港嘛 這個就是那個 已經鋪在我們台灣眼前的這些案例了 那就是如果還要裝作沒看到 那也是非常的令人感到就是說 這個憂心啦 就是 畢竟你看香港的狀況 連這個魚蛋革命的一些參與者 他都那個被判的刑度 六年跟七年喔 梁天琦這些人 他們所被判的刑度 超過了當年 就是這個香港的六七暴動 確實有死人的喔 就是放炸彈炸死無辜市民的 這個案件的參與者 所以你看中國共產黨 他對於香港的統治 就已經是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一國兩制 都是好小的啦 那只是拿來騙你的 你真的接受了一國兩制 下場就是像香港這樣子 所以 對中國的態度 還是要謹慎一點比較好 那這個就是 從王秉中這個案子之中 所想到的一些事情 那跟各位聽眾朋友 來做一個分享 那節目進行到這邊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呢 再回到子餘生活二三世的現場 對於經歷讓您一定滿足 快上網搜尋 快樂愛台灣 我播0809-092-898 快樂就是和世界當好朋友 和潮流不斷線 每天開車上網回家 無時無刻都聽到快樂聯播網 是我最快樂的事 快樂聯播網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新知 請搜尋快樂聯播網粉絲頁 或搜尋官方Line快樂聯播網 世俗都變 人生無常 有的人是為著親情 需要 身體在歡樂 所有的歡樂 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這張分享文 我們如果要睡之前 會用讓自己的完成 助成我們的心愛會更平靜 不用悔自己的結縁 放棄三三五 數二三三 好的菌 讓您健康舒暢 壞的菌 讓您病炎炎 民宿清 寡糖液菌 給您維持一身輕盈的體態 綿血十一株複合式活菌 維持健康的體質 幫助消化 排便順暢 調整體質從小開始 老人小孩都可使用 現在 民宿清寡糖液菌特價中 快上網搜尋 快樂愛台灣 或播 0809 092 898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報網 歡迎回到 子瑜生活二三四的節目現場 我是主持人曾子瑜 在這段節目裡面 我們要跟大家一起來 討論一下 關於目前的 新北市長的選情 那最近最大的案子 當然就是說 侯友宜 國民黨參選人侯友宜 他的太太呢 以前就是把有一塊土地 出租給文化大學當宿舍 後來被這個爆出來說 在法律上有問題 那目前呢 應該就是已經是成為 目前新北市長選舉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工坊的焦點 最主要的原因呢 還是在於說 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法 因為從目前看出來的資料 就是說 那塊土地 侯友宜他申請了這個 99個門牌 哇塞 一塊土地可以申請到99個門牌 這是怎麼半島的 是有平行時空嗎 還是怎麼樣 這真的是非常的就是厲害 而且再加上呢 那塊土地的分區 在法律上的術語叫做 住二特 那依法是不能分房出租的 嘿嘿 結果他現在變成文化大學的學生宿舍 一住就是100多個人以上 哇塞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所以呢 這件事情 基本上來講 他已經是一個行之有年了 所以等於說證據都非常的明確啦 那 對於這件事情 侯友宜他目前的態度就是說 這個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欸 然後他之前呢 更是說要這個 請文化大學出來說明 這個基本上來講 就是一個比較 在曖昧含糊不清的回應態度的啦 因為坦白講 呃 就算文化大學要出來說明 這是怎麼一回事 你也逃不了那個責任啦 因為畢竟這個土地是 這個你們家族嘛 去租出去的 所以你而且 在這個最近這幾年 你又擔任了新北市的副市長 所以這其中的關係 其實坦白講 一定會有一些 還蠻令人好奇的地方啦 所以呢 在目前最新的進展來看 就是說連柯文哲 都是表態說 欸要來處理一下這個事情了 那柯文哲的這個動作 他的政治目的呢 其實在等一下 我們會跟大家來做一個討論啦 那先回到侯友宜的這個案子裡面 那侯友宜他光是這塊地齁 就是出租給文化大學當宿舍這塊地 那就這個根據目前掌握到的資料 那已經是出租了有15、16年了喔 因為他好像從2001年 2011年啊 欸 2001年跟著一下 就是這個民國100年啊 就開始租給文化大學了 然後到了這個2015年的時候 就第15年 他的租金已經到了多少 2億9千萬 三億耶 難怪之前那個 這個在台北 政治圈的朋友就會笑稱說 這個國民黨 不是稱呼侯友宜叫做這個 偵探嗎 神探 侯神探 來當他選舉的這個形象 那就有人 把他拿去跟香港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探長 叫做雷諾相比大 為什麼呢 因為雷諾呢 他在香港的稱號就叫做武藝探長 因為他非常的貪 貪了武藝 所以號稱是武藝探長 那這件事情 侯友宜的這件事情 那也可以變成說就是說 可以拿來相比啦 那三億 三億探長侯友宜 真的是侯塞雷啊 不愧是侯三億 是不是 所以這個事情基本上來講 就是想 就是說要找一些 說法去圓也很難 為什麼 因為 侯友宜這邊又出現了一個豬隊友 這個豬隊友呢 就是這個警察大學的教授葉玉蘭 因為他說 他一開始就知道侯友宜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當時還非常的稱讚說 哇塞 侯友宜 你怎麼能夠想出在一塊土地上 去申請99個門牌這件事情呢 這真是個太棒的good idea 所以你看 連自己人都這麼的情義相挺 管是重情重義 然後被捅刀 對 所以侯友宜 他要怎麼樣去處理這個事情 就會變成說在影響新北市長選情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了啦 為什麼會講得這麼的肯定呢 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期間 這個同樣也是在國民黨的陣營也出了一個類似的事情 就是王如璇他的君宅案 在當時呢 就是他被民進黨的立委段一康爆料嘛 就是說 王如璇他雖然是一個就是律師的身份 然後他也有在做一些這個公益的案件 可是呢 他在1995年到2005年之間 竟然就是去從事 這個所謂的君宅的買賣跟販售 那 並且就是賺了這個1380萬啦 那這件事情也引發了軒然大波 最主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王如璇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沒有把話說清楚 就是像那個 蔡依林的那首歌嘛對不對 你怎麼連話都說不清楚這樣子 拖了兩三個禮拜 才開記者會 要把整件事情交代清楚 到這個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整個傷害都造成 危機處理不夠明快 所以 也是嚴重的影響的選情啊 雖然說當時候 國民黨的選情就已經是 這個有點奄奄一息了 但是王如璇的這個案子呢 更注定的就是要被打趴在地 永遠沒有翻身的機會 那君宅這個事情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基本上來講就是因為 這個當時候的政府嘛 他為了要照顧這些就是 就是國軍的這些眷屬之類的 所以說就是那個 一開始有蓋這個眷村 那後來那個時間久了 他需要改建嘛 就是都市更新 所以就是有在 眷村改建條例裡面 有規定喔 因為這些君宅 他的最初的目的 就是要照顧這些 國軍的這個 退伍式官兵 跟他們的眷屬 所以基本上來講 他並不是被當成 是一個完全的商品 那也要達到一個保護的目的 所以呢在那個就是 你有分配到君宅的這些人喔 你在五年之內 是不可以拿去賣的 有一個必所期啦 一個限定的期間 如果你要在五年之內 來去賣那你就是 要由買賣雙方 去訂定一個債務的契約 這個可是這個東西 在實務上它就是一種 那個規避法令的啦 因為法律已經有規定 就是說五年不能賣 那你就是拐了一個彎嘛 就是變成好像在私底下去 搞這個事情這樣子 所以是有一種道德上的爭議啦 那再加上那個王盧璇嘛 他基本上他的形象原本是不錯的 就是一個社會公益的人 結果沒想到呢 卻去利用 就是說國家要去照顧這些 退伍的軍事官兵 跟他們的這個親屬 的這麼一個美意喔 然後去從中去牟利啦 變成一種商業的行為 所以就鬧出了軒然大波 那最後呢 那這個王盧璇當然就是 還是開記者會道歉嘛 並且把他這個獲利的 這個錢都捐出去 那不管怎樣啦 也就是說 有沒有注意到一個共同點 這兩個人 都是朱利倫的副手啊 所以說 怎麼以前是王盧璇 現在又變侯友宜 朱利倫愛用的人 都有這麼一個 就是跟房子相關的爭議呢 這也是一種這個 冥冥之中 一種神奇的力量 去促成了這個共同點 好 那另外一方面喔 就是說你看像侯友宜 目前他身陷在這個就是 宿舍案件的一個爭議之中 那他的對手 蘇貞昌呢 真的是馬不停停耶 每天都給他 衝衝衝衝 蘇貞昌嘛 衝衝衝 因為他在28天之內 他已經辦了23場的市政說明會 這個體力真的不是蓋的 你看一個已經70歲的這個 真的是這個老人家了啦 那選個市長展現出來的體能跟衝勁 完全是這個可能 不只是50歲喔 還有到30歲的這種等級 為什麼 因為 根據我之前參與過的一些活動的籌備經驗 像這種市政說明會 你不要看他只是可能那個 一兩個小時 就是可能上台講講話 特別是主帥啦 就是可能去講一些市政願景嘛 然後可能去受個旗子啊 拍個照 大概整個歷程半小時到一小時 他準備過程是非常非常累的喔 因為你可能在當天早上 舞台啊 那個什麼 那個鐵架那些 全部都要給他架好 然後椅子要排好 那你事前就是要聯絡 就是去找人來嘛 這些過程都是非常的累的 你要準備一些什麼 安全的事情啊 或者是說交通的指引啊 跟警方協調 申請那個場地啊 集會或遊行這些之類的 這都非常的累 那對於這個當事人來說 例如說像蘇貞昌嘛 他這個也不輕鬆呢 為什麼 因為他上台的那一刻 他就是主角 全部的人都在盯著他 而且他這種市政說明會喔 他基本上是一個非常在地的 就是走路到那個基層的 所以他要談的東西 他絕對不會是說一些比較 廣泛的一種國家願景還是什麼的 而是要去談那種在地的居民 真的都會感同身受 自己的就是生活周遭的東西啦 像他選新北市嘛 那他可能就會去 在這個中和跟永和的場 就聊說 你看中和的路 好像大家都跟迷宮一樣 然後他要怎麼去改善這個交通啊 那個符合橋啊 要怎麼樣讓交通庸設解決啊 這些之類的 那這種東西 就有賴於他的背後的政策團隊 要真的去寫出去找到 就是當地人真的去在意的這個問題啦 然後把它變成什麼呢 變成所有的人都聽得懂的語言 在由這個主帥 由蘇貞昌來出台 把他的話講出來 讓大家都聽得懂 因為其實台灣的這個政治圈 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問題啦 其實學界也是一樣 不過學界本來就是去做研究的嘛 所以說這個說出來的話 一般人聽不懂 其實也是還可以接受啦 是不是 可是對於政治人物來講 他們很大一部分的這個功能呢 或者是說責任 就是要想辦法讓話說的 讓大家都聽得懂 所以你說什麼這個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我相信大家覺得說 喔好懸喔 聯合國欸 啊你們在幹嘛 但是換句話說就是 哎呀節能減碳啦 不要那麼那個一直在浪費電啦 要節約用水啦 這樣大家是不是就聽得懂了 基本上來講 政治人物的功能 或者說他的責任 就是要去做這樣的一個翻譯 所以對於蘇貞昌來說 他一方面要去理解去接收 就是他的幕僚團隊 幫他擬定的在地的政策 或者是說政見 然後他要說出一種非常 大家都聽得懂的話 讓台下的這些居民 因為年紀可能 從十幾二十歲 到七八十歲都有呢 你跟十幾二十歲的人 說聖結石他們聽得懂 你跟七八十歲的人 說聖結石他們會摸摸自己的腰 好不好 所以這個就是一種 事在差異之中 你要怎麼樣透過 短短大概二十幾分鐘 半小時的演講 然後去說出大家都聽得懂的語言 這個就是功利所在啦 所以你看蘇貞昌 他在28天之內 辦了23場試證說明會 這個體力啊 他的對於這個 腦力的這個消耗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所以目前看起來 真的 如果不是蘇貞昌 民進黨其實就只剩一個人 可以在新北市長選舉中 跟這個侯友宜一較高下了 可是呢 這個人現在在當總統 所以他就不能出來 他是蔡英文嘛 對不對 因為民進黨這個最近 有選過新北市長的 蘇貞昌跟蔡英文 其實真的是除了這兩個人之外 你要能夠跟一個現任的 國民黨的副市長 去做這個市政上的競爭 跟這個市政的熟悉度的一個比較啦 真的是 坦白講找不到其他人更適合了 因為原本有議院的這兩個立法委員 他們都是有各自的選區嘛 所以說在其他的區域中 可能掌握度就沒那麼快 再加上大環境 其實對國民黨是比較有利的 所以由蘇貞昌這個老將啦 就是有衝勁 然後又對市政熟悉 才可以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趕快的把這個聲勢 跟這個綠營的這個事情 提升到一個 可以跟國民黨一決的這個高度啦 這個其實是 這個最合理的選擇 好 接下來要回過頭來說是柯文哲了 為什麼呢 因為柯文哲他居然說 他要去來查這件事情 這個東西 你會怎麼判斷呢 各位聽眾朋友 我個人的想法是說 他是在轉移目標了 什麼目標呢 當然就是之前這個 吳英靈這個事情 因為齁 這個 最近柯文哲的風向 他大概也有 察覺出來了啦 就是整個社會的輿論啊 他有用那種 大數據的這種功能嘛 就是去做一個風向的調查 開始了喔 就是整個社會輿論 開始去挺吳英靈了 所以柯文哲就修正了他的這個 角度跟路線 為什麼 因為他之前就是三不五時 就去踹一下吳英靈嘛 然後去噹一下吳英靈嘛 然後處處就是覺得說 這個小女生不行啊 要趕快換人啊這樣子 可是他最近 就開始去挺吳英靈了 就說 肯定他的熱忱 肯定他的努力 然後巴拉巴拉巴拉之類的 在這個事情過程中 柯文哲知道 他再繼續糾纏下去 對他會越不利 所以他現在最新的定調就是說 哇 這個是有人要用吳英靈 才去弄柯文哲 哇賽 這個其實說的是蠻重的啦 好像吳英靈變成了 是一個什麼 政治的刺客一樣 但實際上是這樣子嗎 當然不是啊 來 我們那個 就是幫各位聽眾朋友 有整理的 就是近期喔 就是從6月開始 那個柯文哲 他在提到 吳英靈的時候 他所說的一些重點的這個結錄啦 6月2號的時候 柯文哲說 北農不是一般的民間企業 在6月5號的時候 柯文哲說 針對北農業務推廣費的使用部分呢 已經派了監察人 台北市政府的政風單位 去北農查帳 6月7號 台北市政風處回應說 是柯文哲市長指示他們去查北農的 OK OK 那6月13號 柯文哲說 北農的股權不到50% 不是工營機構 所以政風處不可以查 嘿嘿 也不可以給這個市長看 查完的結果 6月13號 同樣也是6月13號 柯文哲就說 我也不具備這個公司法的法律知識啦 就開始 你有沒有注意到喔 從6月2號到6月13號 大概是兩個禮拜的期間 他的態度180度大轉變 是誰說要去查北農的呢 派政風單位呢 柯文哲 後來又是誰說政風處其實不可以查 也是柯文哲 然後到最後又說自己不懂公司法 你看 這麼一個狀況喔 如果我們把它還原到 從6月2號到6月13號 因為每天就講一點點 每天就講一點點 那聽眾朋友可能就會 因為那個新的事情 然後去 對於舊的事情 就比較遺忘掉 那可是像我們剛剛 用簡單的大概30秒到1分鐘 我們把它從6月2號 到6月13號的整個發言 擷取出來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發現說 他的態度是 猶疑不定的 一開始是他主張要去查 後來又說 其實我不可以查 你聽到你難道不會想要甩他一巴掌嗎 你在搞笑嗎 是不是 你到底知不知道一個就是 市長他能做的事情 到底在什麼地方 我相信他不會不知道 因為他都已經當了三年多了 要競選連任的 所以這其實就看得出來 柯文哲他已經在 要去引導風向 他知道風向不對了 自己要趕快閃 所以他就把焦點放到侯友宜這邊 為什麼 因為他把焦點放到侯友宜這邊 五英寧這邊相對來講關注就少 而且他又可以透過去表面上說 要去研究侯友宜的案子 把讓整個媒體目光聚焦在這裡 這時候侯友宜他就有求於柯文哲了 而且柯文哲也可以利用這個階段去營造出什麼 說是他沒有只去對付民進黨 他也在對付國民黨 去維持他這個中間的路線 但是侯友宜的這個速冊案子 台北市政府到底會給出什麼答案 這個一定還需要一段時間的調查對不對 這段時間就是柯文哲他去帶風向 去觀察風向的期間 等到時機適當的 你就可以看到說 他可能會說這個案子有問題 再揍侯友宜一拳 順便幫一下助增艙 也有可能說侯友宜這個還好啊 沒什麼事情 這個時候就是在幫侯友宜解套 所以柯文哲他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去那個塑造出他一個 就是可能一下藍一下綠 這樣一個比較相對中間的路線 可是這個時候我們就必須問一個問題 OK好吧 那這樣的話 第一個你的專業在哪裡 第二個 你有沒有一個核心的這個就是這個 價值或思想在那邊呢 因為從北農的這個事情 6月2號到6月13號 你的發言很明顯嘛 你要嘛就是不具備一個相關的專業知識 要嘛就是其實你想亂搞 可是發現輿論不提你 所以趕快改口 把自己變成受害者的形象 這個其實對於一個選舉的人物來講 並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因為現在是網路時代 所有的東西 我們在網路上都找得到 都會有證據 那麼這個就是柯文哲 他在面對競選連任的時候 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那節目進行到這邊 我們還是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呢 再回到子餘生活二三四的現場 男人幸福的人生 快上網搜尋 快樂愛台灣 過播 0809 092 898 世俗都變 人生無常 有的人是為了親情 需要 身體在歡樂 所有的歡樂 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要跟你們分享 就是這張揮手 我們如果要睡前 揮手 揮手 讓自己的完成 在住 做生 我們的心愛 會更平靜 免費 跟你結縁 鳳齒三三五 數理三三 從生完小孩抱著上下樓梯 現在走路變得好吃力 我也是啊 年紀大了吼 走路很不舒服 保養變得很重要 擦的葡萄糖胺產品 讓你隨時更方便 選用來自純淨無污染的 紐西蘭奇蹟之輩 輕口一杯萃取物 現在葡萄糖胺MSM 關護乳膏 特價優惠中 快上網搜尋 快樂愛台灣 互播0809-092-898 快樂就是和世界當好朋友 和潮流不斷線 每天開車上網回家 無時無刻都聽到快樂聯播網 是我最快樂的事 快樂聯播網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心知 請搜尋快樂聯播網粉絲頁 或搜尋官方Line快樂聯播網 快樂台灣 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快樂聯播網 那在日前呢 就是民進黨的這個 花蓮縣長的參選人 他就去這個地檢署按鈴申告 那就是檢舉 那富崑奇 花蓮縣長 跟他的妻子 也是國民黨的 花蓮縣長參選人 也是國民黨的立委 許真偉 那就是用這個 三節物資發放的名義 然後就是去發放那個 三公斤的這個米袋 給這個花蓮縣民 那因為 就是說 他上面印有這個 富崑奇跟許真偉 他們的合照 所以就是有 會選的嫌疑 那這個民進黨的參選人 劉小梅 他就是在這樣的一個 前提之下 就是去按鈴申告 他們有這個 會選的嫌疑 那當然 這個 在這一方面 許真偉他就是說 這是縣政府 九年以來一貫的 這個弱勢的 這個公益活動 然後結果 卻在選舉的時候 才拿來做文章 然後就是 把話題轉向說 他認為這個是對於 弱勢相親的不尊重 巴拉巴拉巴拉之類的 好 那其實 坦白來講 這個事情 就是也不是第一次發生的 因為我們之前的節目 也跟聽眾朋友來分享過 這個富崑奇 他在那個 台北的政壇 或者是說在網路上的綽號 叫做什麼呢 叫做 花蓮金正恩 或者是說 花蓮習近平 花蓮王 後山王 為什麼 最主要的因素就是 他在縣長的任內 只要是跟縣府相關的文宣品 甚至說 連那個 國小的教科書 或者是說 聯絡部這些的 全部 你都可以看得到 富崑奇在對著你笑 笑到你心裡發寒 這個就是他的一個 把個人的這個形象 在推廣的過程中 做的實在是太超過了 另外一個其實是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 你要去推廣你的形象 那當然第一個是 你的技巧要高超一點 對不對 那第二個呢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 那你也好歹就是 你在美學上面 也要稍微有點設計感 那你去 那個聽眾朋友們 就是如果是花蓮人 或者是說有花蓮認識的朋友 在那邊就業的 或者是說生活的 那有機會 也可以去拿一下他們的 例如說 國小的聯絡簿啊 或者是說老人家 都有一個什麼 愛心的乘車卡 對不對 你去看上面印的東西 那就是這個 富崑奇跟他老婆嘛 然後就是配合主題 如果是國小聯絡部 就是國小的學生 如果是這個 愛心的乘車卡 那就是跟老人家 一起合照這樣子 那個真的是非常典型的 中華民國美學 真的有夠肉的啦 沒有設計感 然後那個 整個構圖啊 那個色彩啊 真的是 有待加強啦 所以真的是 滿慘的這樣子 那其實說到這個 富崑奇他用這種方式 去做個人行銷 坦白講啦 那個就是做得太粗糙了 我們剛剛有提到嘛 而且也不夠精緻 所以才會讓大家的 觀感其實是 非常的不好啦 就感覺好像你是拿 憲民的納稅錢 還有這個 國家的這個 統籌分配款 然後一直去搞你的這個 個人行銷 跟個人的這個宣傳 那另外一方面 比較嚴重的 就是回歸到這件事情 那因為這個 我們都知道嘛 在選舉的過程中 就算你是 應該是說啦 在選舉的過程中 跟你越有關係的 如果你是候選人 跟你越有關係的 你就越要避嫌 才能夠去那個 避免這種 瓜田底下 給人口食的 這麼一個 這個狀況啦 那像這一次 剛剛提到的 就是三節物資發放嘛 去送米的這個事情呢 那這個 律師黃定 他就有說啦 因為在法務部規定的 這個選舉文宣品 他的標準是30塊以下 也就是說你不管發什麼 你的單價都不能超過30塊 這也是為什麼 那個各位聽眾朋友 如果 在前一陣子的初選階段嘛 那應該都有拿過什麼 呃 便條紙啊 扇子啊 口罩啊 甚至有的比較 高剛一點的 甚至還有什麼 暖暖包 小杯水 這些東西 因為你不能超過30塊 這個就是他的法源依據在這裡啦 但是呢 這個一袋3公斤的米多少 至少要199耶 這已經就是超過了6倍以上 所以這個就是有這個 違反法律的這個嫌疑啦 目前就是因為已經按鈴了 所以就是在這個調查中 看怎麼處理 回過頭來說 其實像這種狀況喔 坦白講就是一個 只能用 呃 不避嫌來形容啦 因為呃 在選舉的過程中喔 你為了要避免被對手抓到把柄 你的一舉一動 其實都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的 那你去看 不管是像在台北啊 新北 還是說台中高雄 這些比較這個 呃大城市的選舉裡面 大家其實都是非常仔細跟謹慎的 避免說會讓對手有可撐之機 可是在花蓮呢 這個就是因為這個 三大王當久了嘛 所以你看像傅崑奇 他對這個就沒有在怕的 也沒有在避嫌的 反正他想幹嘛他就幹嘛 他的老婆就是現在要選 花蓮縣長的這個 許真偉接班人嘛 他也做出一件就是說 在文化上面 是非常不尊重的這個紀錄啦 因為在有一年齁 我記得是這個 花蓮就舉辦這個 楓年祭 有個部會舉辦楓年祭 那就邀請了這個 許真偉去現場 那許真偉他居然就那個 對著這些參加這個楓年祭 的這個部落的年輕男子 做了一個事情 就說喔 那你們看起來都很壯欸 那你們就跳個那個 交互蹲跳給我看 這樣子好不好 之類的動作 第一個在原住民的文化裡面 楓年祭這種場合 都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儀式 有他在這個文化跟宗教上面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啦 那第二個呢就是說 人家在辦活動 你收邀去 並不是說 你是以長官的身份去視察 去指點欸 人家才是主人欸 邀你去是因為你是縣長夫人 就是要搞清楚這個主客的順位 那第三個 哇你去就算了 你不尊重人家的文化 還叫人家去在你面前搞什麼 交互蹲跳 你這個是在這個 像19世紀那種 所謂的歐洲人 去看這個 所謂的落後國家的人 這種感覺嗎 所以說 你看 爭議其實真的不少啦 那回過頭來 這對夫妻也真的是蠻厲害的啦 因為他們也創下了 台灣選舉史上的一個紀錄 這個要從他們的夫妻關係 來開始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在2009年的12月 傅崑奇他們就以這個 個性不合的理由 去吉安鄉的護政事務所辦理離婚 結果過了兩天 傅崑奇就說 徐政衛你來當我的副縣長 因為離婚了嘛 他就沒有所謂的三等親 或者是說這個親屬迴避的問題 可是這個實在是做得太難看了 你看離婚兩天就任命他 所以立刻就被這個內政部抓包啊 而且就是去進行調查嘛 所以就是說 那個就移送到監察院去進行這個彈劾 那也讓地檢署去進行去偵查 所以後來呢 這個花蓮地檢署的 就依照偽造文書罪嫌 去起訴傅崑奇跟徐政偉 而且在2011年的時候 那花蓮地方法院判決這個假離婚 是這個有罪的 那要那個就是要罰六個月跟四個月 那麼在監察院的部分呢 也依照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罰了傅崑奇100萬 那為什麼傅崑奇要幹這個事情 就是因為他當時候官司纏身啊 那就是至少有這個 呃這個颱風的炒股案 跟核基內縣的炒股案 兩個大案子 那他就擔心說 萬一他真的被判有罪 要抓去關 欸花蓮縣長的寶座就要讓人了 所以才想出這個假離婚的招數 要準備安排他的妻子可以接班 可惜呢 被這個中央政府給抓包 踢爆了 所以後來發現這招沒有用之後呢 怎麼辦 所以他們又這個在2016年的時候 又恢復了夫妻的關係 可是這整件事情的最高潮是什麼 在2014年 因為要競選年任 所以傅崑奇就想了一招 非常厲害 他自己出來選就算了 他還叫他太太也出來選 可是他們夫妻呢 又合併 就是這個聯手現身造勢 於是就創下了台灣在地方自治選舉史上 一個嶄新的紀錄 就是1號跟2號的候選人 同時又是夫妻關係 然後一起上街去拜票 去拉票 然後呢 去呼籲選民投給誰 投給1號 你看 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好笑的事情 或者是說更讓人覺得說神奇的事情呢 所以有的時候 有些這個學者 常常會笑稱啊 說台灣是這個東亞民主的實驗場 你看果然的確就是處處有驚喜 然後每個地方 都是隨時會冒出你永遠沒有想到的 在政治學理論上的一個新的嘗試跟展現 OK 節目在這邊告一段落 明天我們同一時間再會